揚言有膽攻擊就要承擔後果 伊朗多天來宣告要以色列 對發動轟炸付輸代價 美國料下狠話 公開要德黑蘭當局別輕舉妄動 美國如此關切 多家媒體就爆料 因為伊朗24小時到48小時之內 恐怕會展開行動報復以色列 拜登松口預料攻擊將來得更快 美國國防官員透露 調派軍方資產前往中東協防 以色列還要攔截來襲的飛彈 美國擊派中東最高司令 非以色列和以色列國防部長協商 無懼伊朗頻頻警告美國別插手 否則將波及駐中東美軍 不過長期受伊朗支持的 黎巴嫩真主黨持續在以色列北邊 助攻侵擾 當地週五撤夜射40枚火箭彈攻擊敵軍 砲兵陣地以色列說多數都遭到攔截 伊朗究竟會如何報復 外媒就預估可能先從海外佔領地開始 以色列儘管父輩受敵 但面對阿拉伯國家人不甘示弱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日前視察F15 向飛官喊話誓言要以牙還牙 現在在加薩與哈馬斯作戰 還在持續朝中部難民營進行轟炸 TVB的新聞 懂不懂 這節的看深度我們先來關心是中東局勢 難道又要變成戰云密布的情況了嗎 這個月初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以色列其實是去空襲了伊朗駐敘利亞的 大使館 造成好幾名伊朗德革命衛隊的高階官員身亡 而現在伊朗準備要展開反擊了嗎 這是華爾街日報的報導 他們說伊朗其實已經準備好 要來發射中程飛彈 會鎖定以色列南部跟北部這兩端的國土 而且可能在24到48個小時之內就會啟動 以色列也接到這方面的訊息開始在做準備了 甚至還有其實比較親這個伊朗革命衛隊的粉磚 他們也貼出了這個模擬飛彈攻擊的影片 伊朗官員也說要攻擊的話 他們鎖定了兩個認為對以色列來講比較重要的設施 一個就是電廠另一個是海水彈化廠 而之前美國跟以色列其實為了這個人質的問題 有一些意見分歧 不過現在呢這個這麼關鍵的時刻 美國還是要站出來力挺以色列了 對總統拜登他已經派出了中東的最高軍事指揮官 中央司令部的司令趕快到以色列去來作證 希望情勢呢不要再升溫了 不過其實伊朗方面後來也呢特別向這個白宮來放話 他們說雖然是有意要報復 不過會採取一個不會造成了整個中東更緊張的做法 他們絕對不會貿然行動來輕易的行事的 也要看一下中東局勢 美國國務院11號表示 國務卿布林肯已經請中國還有其他國家的外長 運用自身影響力來說服伊朗不要攻擊以色列 那麼以色列是在這個月1號轟炸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 移動伊朗的外交建築物 當時造成伊朗精衛革命衛隊7名成員死亡 其中包括2名將領 這導致伊朗神權領導階層揚言報復 而布林肯與中國 土耳其 沙烏地 阿拉伯 還有歐洲等外長的通話 則表明局勢惡化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各國應該敦促伊朗不要升高局勢 而白宮新聞秘書尚皮耶也表示 美國已經向伊朗表明 美國並沒有涉入對大馬士革的空襲 而對於伊朗可能實施的報復空襲呢 美國是保持高度警戒 而對美國總統Joe Biden來說 他可能腦袋裡也在盤順的是要怎麼來解決中東 現在戰雲密布的問題 尤其以他衝突到現在喔 當然大家特別關心到是加薩的人道危機之外 現在可能更要擔心說整個中東局勢 有沒有可能讓整個區域戰爭再度的出現呢 我們先來看到以色列在4月1號的時候 轟炸了伊朗駐叙利亞的領事館的外館 而且當中革命衛隊的高層指揮官 總共造成了12人死亡 這一次的攻擊行動 當然讓伊朗非常不滿 因為說你竟然炸掉我的領事館 炸掉我的外館 當然對我的這個國家主權 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威脅 在事發的第一時間 其實伊朗就抱持一個非常不滿 而且說一定會報復 現在再講一次 伊朗的最高領袖哈米尼就說了 他視同了領土被攻擊 而且在電視談話當中 也說我一定都會報復 等於說不只一次流露出報復的態度 但是以彭博社來說 其實恐怕還真的有可能 讓整個戰事再度升溫 包括美國跟盟友都評估說 伊朗或是他的代理人 在這幾天就有可能展開大規模的飛彈 或是無人機攻擊 目標在哪裡呢 可能會攻擊的地方 是以色列的軍事基地 或是政府機關 用的是高精準的飛彈 避免傷及無辜 尤其最重要的是要避開平民 但是這樣的結果 很有可能導致以哈戰爭大幅升級 而且真的升級的話 也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就看伊朗什麼時候動手 而且過去伊朗要展開行動 大部分都會採取一個代理人的行動 隔了一手 恐怕會讓這個衝突稍微的降溫 但是現在衛報更擔心的是 華武飛揚遊戲說 如果在今天德克蘭 直接從伊朗發射飛彈反擊的話 恐怕對以色列來說 也是一個完全不能接受的反擊 所以說現在美國總統Joe Biden 他說他會保衛以色列 免於伊朗的威脅 這樣的承諾可以說是堅如鐵甲 但以色列軍隊 其實現在已經重新的開始 分配他的軍事資源 在前幾天我們也告訴大家 以目前來說 他告訴盟友說 如果今天被攻擊之後 就會對拉法展開地面戰 而且如果真的攻擊 真的是來自伊朗本土的話 他也會直接對伊朗進行進攻 但其實在穆斯林的國家來說 現在歡禁的是開齋節 因為齋節月好不容易結束了 但是對加大地區來說 他們依舊是面臨到人道危機 第一個還是持續的饑荒狀況之外 在連環的炮火之下 也讓在這一次 哈馬斯政治領袖 哈尼亞的三名成年兒子 其實在這一次的攻擊當中 連環炮火也讓他們被擊斃了 而哈尼亞是以哈停火協議當中的談判員之一 我們知道在這一次的開羅協議當中 停火的協議並沒有完全的談成 可以說是破局了 也讓哈馬斯跟以色列 再度的進入到敵對局面 這要這個消息呢 哈尼亞他就說了 以色列就算殺了他的兒子 他也不會改變立場 而且在加薩地區的饑荒情況有多嚴重呢 我們用熱量來計算的話 數十萬的人口每天平均攝取的熱量 只有200多卡